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今天的这一堂课 今天的这一堂课的题目叫做未来的五千天的世界 未来五千天的世界 未来五千天的世界可能要请你想象 我们有一个电影叫做明天过后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五千天以后 那么五千天是一个不算短的 但是也不是很长的日子 小的MMXX的举手我看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新的字 MMXX 好 MMXX的意思呢 是这个 M是千 我们写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写五是不是写V 没错吧 写6就是写V跟I 所以5叫做这样子 6的话就是5加1 所以它是V跟I 7的话VII 当你写M的时候 你是在讲1000 就是1000 所以MM意思就是千千 X呢 10 所以千千十十 意思就是2020 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 我相信未来会 你会在媒体上面 甚至在书本上面 看到越来越多的MMXX 那就是在告诉你是在谈2020年的事情 那2020年有什么重要呢 其实这个是 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想知道这个1叫什么 5叫什么 这个大概都知道了 L是50 C是100 D是500 M是1000 所以这个很容易记 这个各位不需要太重视它 重点我要让大家思考一下 5000天有多长 而且要去思考一下5000天的意义是什么 5000天是13年半左右 也就是在2020年以后不久 从现在开始算5000天 大概是2020年以后不久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举出这个日子呢 那为什么我要特别举出这个日子呢 13年多5000天从2009年当第一年的话 你到了2020年是第12年 所以第5000天大概落在这里 2020年以后的不久 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孩出生 5000天以后他是这么大 那这个小孩 他会碰到的世界是什么世界 他会碰到是这样的世界 我出生的时候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 地球那时候住的人是这么多 25亿人 去年地球的人口是这么多 66亿人 2020年的时候的地球是 人快挤满了 75亿人 所以现在今天出生的小孩 5000天以后 他面临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 这个是因为你家住在这里 所以你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他是一个这种世界 我出生的时候世界是这样子 很多地方不是那么挤 现在已经蛮挤了 那5000天以后是非常挤 那挤就挤嘛 会怎样呢 2020的正常的地球 是这个样子 他的这个5000天以后的这个小孩 他脚踩会踩在两种不同的东西上面 一种是因为缺水而干掉的泥土 另外一种是因为淹水而这个需要站在车子上 这不是一个什么落后的地方 这是比利时 欧洲的一个非常进步的国家 那他们排水系统不良吗 他们公务员贪污吗 他没有把东西做好吗 不是 是因为雨量突然的暴增 让他们的排水系统完全没有办法应付 所以这个叫做2020的正常世界 2020年的时候 由于气候的变迁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气候的变迁了嘛 昨天有一位日本的朋友来找我 他跟我说如果有空的话 请你3月25号来到东京 我带你去看樱花 因为今年的樱花3月25号要开 很恐怖 提早了将近两个月 那所以它是一个地球很多东西改变 它就变成这样的世界 所以2020年是这样的世界 那么我们先放在脑袋里面 但是让大家看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BMW的想象 他特别刚刚的这支影片 特别在告诉我们BMW 抱歉我把它弄再弄回来 在告诉我们这个BMW想象的车子 它说是不是一定真的要有那么多的金属 为什么他们不要用金属 因为我们在生产金属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用用量非常多的能源 所以 Gina became not just a model it became a shape or just about cloth as a skin it became about a thinking process a philosophy that said let's do things differently let's let materials talk in a different manner and let's let tooling be a different issue instead of just the way to give us form well one nice thing about Gina is the materials kind of lead the way it doesn't take very much and you get an idea exactly what this car is going to be like for instance to get an idea what the sculptural form is between a fender and let's say a wheel arch you really only need a line around the wheels and a line more or less where you want the fender to be and you'll let the material do the talking in between and then just like you would if you were getting a suit made you made the first mock-up you made the first forms and patterns you sewed it up you tried it out made another one a little bit closer and when you finally got the final one zip you put it on it takes about two hours to put the skin on this car emotion is really the added value to this i mean one way is saying you get better function or you get better alternative ways of doing things but really we want to achieve a higher emotional plane out of this and then finally and i think this is to 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lanes and that is the level of of humanistic content that we can bring with Gina in Gina should be about the human in the loop the human way of doing things the Gina philosophy in its short form is about being flexible thinking flexible acting flexible context over dogma that's it okay 透過這支影片 我是要跟大家解釋的是 從BMW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它的這個東西 透過這支影片 我想跟大家說明的是 我們想像的 或者是我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的事情 其實每一天都在變化 也就是說 各位在學校畢業之後沒有幾年 那時候的車子的殼子 應該都不是金屬 而且一定不會是金屬 因為是金屬它很重 你為了要讓你的車子變輕 但是又可以安全 它可以想像出各種方法 那麼你為了要讓造架不要變高 我們現在的零件一個一個一直加上去 那麼它剛剛你可以看到它的燈 事實上都是裸露的 它不需要有一個玻璃罩子 因為它根本那個殼子就是一塊布 它不需要一個很重的引擎蓋 因為它就是可以隨時把它這樣拉開 它就拉開 所以這個是一個BMW把車子做出來 但是等著市場成熟 那麼他們現在把這部車子 放在德國的BMW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不是展示過去的車子 不只是展示過去的車子 它同時展示未來的想像 這個是這個想像 所以2020年因為地球變成 剛剛我們說的那個樣子 所以很多人就要開始去想像說 那我們要設計什麼東西 開始來應付 或者是開始來改變這個地球 讓它不要繼續惡化 或者是當它惡化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生存 這個是菲利普的想像 菲利普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像 未來的世界 他從情感去想像 菲利普在大概三年前 在新加坡辦了一個服裝展覽 這個就是他服裝展覽的衣服 各位可以看到這件衣服 白天穿的時候的樣子 那麼燈暗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開始在發亮 而且這個燈是會動來動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燈的電源 它不是裝的電池 它是用你皮膚上的電 我們每一個人會不會觸電 所以你事實上是皮膚是帶著電位差的 所以它用了你的情緒的改變的時候 去改變燈的顏色 所以當你情緒好 或者是情緒不好 很開心 很悲傷 很生氣 它顏色是不同的 所以這個是未來的布料 那麼各位也許會想說 那我幹嘛要穿一個衣服 讓人家知道我的情緒 說不定你不會穿 說不定你會穿 可是重要的是 它在醫學上會有很大的功能 想像看 如果有一個baby 他還不會講話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你看他穿的衣服開始變了顏色 你就知道他高興不高興 你把他穿在狗的身上 你就知道他是不是應該出去外面上廁所 因為他已經尿急 那他只會跟你咿咿咿咿 你以為他要跟你玩 那但是其實情緒 是從皮膚開始傳導不同的電的能量 他可以改變衣服的顏色 更重要的是各位也許都沒有想過 在醫院裡面有一群人 年紀夠大 年紀夠大但是不會講話 他叫做在急診裡面的病人 他有的是中風 有的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都不能溝通 但是他基本上 如果你看過中風的人 你看過腦失去意識的人 你走過旁邊他眼淚會掉下來 你就知道他其實知道 但是他沒有辦法表達 他就用這個方法 我們可以知道他現在是開心的還是不開心的 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菲利普在想像 未來透過新的設計新的材料 他可以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這些都是那次服裝表演留下來的照片 菲利普現在就已經在他們的實驗室裡面做出來 心情項鍊 就是不同的心情 這個材料是變顏色 它並不是兩條項鍊 而是顏色是改變 所以真的拿出來賣的話 我相信銷路會很好 只是他們在研究的目的 不是要賣這類的東西 而是要知道材料科學的演進 對於人類情感的表達 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那麼人類情感的表達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21世紀的關鍵 那麼這個以後我們會慢慢跟各位解釋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跟各位介紹的BMW 對車子的想像 第二個跟大家介紹菲利普對於這個材料科學的想像 第三個我們看到菲利普對於刺青的想像 各位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不會全部放 但是讓大家看一下 皮膚 我們覺得好像只會流汗 怕冷怕熱的皮膚 其實它是這麼特別 它在皮膚上塗了一種菲利普製造的Lotion 就像跟我們的防曬油是一樣的 但是它會變成刺青 而且那個刺青是隨著你的情緒不同 而開始變成不同的形狀 而開始變成不同的形狀 這個完全是它身上塗的Lotion 它跟皮膚的電 產生了感應 所以你看它的手在碰觸的時候 它的身體是這樣 這個都不是後製 這個就是真實在實驗室拍 當它皮膚受到刺激的時候 它的那個電的變化 那當然這些pattern是經過設計 所以它才會開始產生這樣子的一個 經過設計的刺青的花樣 OK 節省時間我們就往下走 接下來日本的這個電訊公司Docomo 它想像的2020會是什麼樣子 生活還是要過 運動還是要做 但是它在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透過這個無線網路的連結 它的這個醫療的照顧人員 已經在監控著它心跳 這個排汗 血壓 所以它回到家裡的時候 請各位看 注意看它在牆上 其實是沒有機器的 所以這是2020部分的建築的想像 這位醫療人員走在路上 地上開始出現它需要的 個人化的 而且是為了這件事情需要的指標 所以指標再也不是設計了 掛在天上的東西 這個人要拿藥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哪一個是他該拿 哪一個是他不該拿 他吃過的就變成桌上出現紅色的圈圈 檢查他的眼睛 要告訴他的眼睛怎麼拉 各位大概可以從這個影片上看到 為什麼iPhone最近要出比較大型的iPhone 請注意他走進這個房間以後 那個外面就看不見了 牆上隨時出現的是可以出現螢幕 而且螢幕變大變小 這些技術可不可以現在可不可以做呢 大部分都可以做 你甚至到工研院都看得到 只是現在都在實驗室裡 他還沒有變成是一個商業產品 你看他的房間的那個標示牌 跟我們現在掛在牆上一塊固定的 是不同的 他是隨時都可以隨著功能改變 到了醫院服務台是認得你的身份證 你的信用卡是自動翻頁的 出現鍵盤 告訴你跟著地上的箭頭走 好這個是想像 但是他是假的嗎 他不是假的 因為我們正在往那個方向走去 這個是跟Microsoft這邊各位也許看不見 他們的研究正在往這個方向推 我們今天在跟各位報告的 都是在解釋五千天以後的日子 十三年多以後的日子 如果你現在二十歲 你那時候三十幾歲 如果你現在0歲 那時候是13歲 謝謝 謝謝